第3天 第3天 第4天 HALLO 各位親愛的觀眾們大家好 我是阿喜 李鐵賀別與阿德 今天帶各位來到這個地方 是位於三重區的燈會現場 那因為呢 它這一條非常長非常長 有沒有覺得它大概有兩三公里這麼長吧 我很意外 因為我朋友跟我講說很漂亮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它真的規模大到這麼誇張的程度耶 真的很美喔 元宵節燈會呢 每年都會有每一個地方所舉辦的規模大小都會不一樣 那今年在三重地區這邊的話是 從2月18號晚上到3月3號為止 也就等於說我這個影片發布之後呢 這個燈會就結束了 這個燈會 這個燈會 這個燈會就結束了 那我拍這影片要幹嘛 我是想說用影像記錄一下我所看到的一些美景 然後來跟各位做分享 而且像今年的話呢 有蠻多地方有的 像台北的話之前就有在市政府啦 西門町啊 然後還有這裡三重 那南部的話 屏東 台灣燈會嘛 規模也很大也很漂亮喔 有沒有看到現在我身後 規模有夠大對不對 那我們繼續往下面走吧 那我現在身後這裡有一個幻彩鑫河 那究竟這個盒子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走我們去排隊一下吧 幻彩鑫河旁邊有一個這樣子 愛心的長廊 非常的漂亮喔 你經過愛心的長廊之後繞到後面去 從旁邊那個草皮 這邊來排隊 有沒有看到那邊 救人潮在那邊排隊 我們去那邊排隊看一下 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原來它盒子的內部有個投影機 將銀河星系的影像投影在牆面四周 讓你彷彿置身於銀河當中 相當的夢幻 哇 那離開剛剛那盒子之後呢 來到旁邊這裡呢 就有一個市集 你如果肚子餓了啊 逛久了累了 你就可以在這邊買一些好吃的東西 它主辦單位非常貼心 這裡還有一些攤販 簡直就像是一個夜市一樣 嗨 嗨 嗨 很可愛喔 辛苦了 這邊什麼東西都有 我覺得真的很棒喔 然後順著那個夜市走到底的時候呢 旁邊這裡就有一個 兒童摸彩區 兒童摸彩區裡面呢 有一些闖關遊戲是給小朋友的 那你可以在這邊 你看它又開始在廣播了 我們的兒童闖關區已經開放囉 不只有大人玩得開心 小朋友也可以在這邊玩得開心 然後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們也一逛久 我覺得肚子餓的話呢 你可以撐久一點 撐到現在大概11點多吧 然後他就說他們要收攤了 要關燈了 所以買一送一 就是隨便賣 運氣真好 那今天影片呢 就在這個 席燈的黑暗當中呢 要跟各位說聲掰掰啦 那今天這個景點呢 是由 好夫好妻妙 妙屋 所推薦的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呢 請記得按讚訂閱追蹤分享 那有什麼漂亮的景點的話呢 也可以私訊給我 或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喔 祝福各位有個愉快的一天 哇喜利和沒有阿德 I'm your best friend Harry 我們下週一晚上再見囉 掰掰